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。 作者,一品文团队刘伯温,无数全尽传。 中越老山之战时期,双方对峙的猫耳洞上位里,环境相当恶劣。 老山地主热带,当时牵线有句形容当地环境的名言,八个蚊子炒盘菜,四只老鼠一麻袋。 猫耳洞中,蛇鼠肆虐,更成为困扰我军参战划兵的一大公害,我军驻守的猫耳洞中,老鼠无处不在。 以至于我军官兵自嘲,没有老鼠就不将猫耳洞,没有挨过老鼠咬,就不算在老山前先打过仗。 老鼠会咬开鸭粗干粮的铁桶,将成乡的手榴弹,咬到面目全非。 猫耳洞中战斗随时发生,我军官兵都是将手榴弹血开盖,摆在射击孔上。 结果,连续发生过多次老鼠咬住拉火环,活活拉开引发爆炸的事故。 幸亏几次都是猫耳洞内无人,没有造成我军官兵的伤亡。 按照老山前线的惯例,老鼠和耗子就两个词不能通用。 老鼠指的就是老鼠,耗子指的则是月军。 因为我国曾常年元月,月军使用的绝大部分装备都与我军一样, 通讯器材更是与我军之事完全相同,能相互监听。 而且,月军配偶懂中文的监听人员,时时监听我军的前线通讯。 所以,我军官兵在老山前线都用暗语通话。 如果在通讯中说三只耗子上来了,这就意味着下后方呼啸炮火之源。 所以,我军官兵恪守惯例,老鼠和耗子这两个词不能通用。 不过,老山前线,耗子可是比老鼠可贺太多。 时时发动偷袭的月军非常狡猾。 月军特工来夜袭时,脱光军服,只穿条短裤,光着四肢轻轻爬行。 碰到我军不舍的地雷,月军特工的皮肤能感觉出来。 这样的夜袭,我军少兵不易发现。 于是我军有的猫耳动少卫,想出了办法板上, 在少尾前摆一些压缩干粮。 老鼠不断去吃,则情况一切正常。 如果发现鼠群突然逃窜,则一定有情况。 虽然也有过其实是蛇出没,时经异常的情况, 但大致上用老鼠当裹警报器,在老山前线还是很有效的。 除了当少尾警报器,老鼠在猫耳洞里, 还能当毒气和烟幕指示器。 月军有时会使用催泪弹,炮弹到战后, 猫耳洞里常有这些的气味, 我军战士必须立即戴上防毒面具。 而战士们每次隔着防毒面具的镜片, 看老鼠活动如常,没有任何反常, 便可以取下防毒面具了。 更有我军战士, 把老鼠开发成了攻击月军的活体武器, 猫耳洞中驻守久了, 观察老鼠也能观察出新战术。 比如有战士发现, 身上着了火的老鼠跑起来不缓弯, 于是, 战士们专抓大老鼠, 给大老鼠身上, 用铁刺罐一只罐头盒, 尾巴上浇煤油, 将老鼠对准月军驻守的猫耳洞口, 点火。 着火的大老鼠拖着罐头盒, 笔直向前冲, 一路发出金属铿枪的声音。 猫耳洞里的月军以为来了袭击, 吓得赶紧朝洞外发射枪榴弹, 枪榴弹爆炸改变了老鼠的方向, 结果, 老鼠向另一个月军驻守的猫耳洞冲去。 另一个洞里的月军, 以为我军发动偷袭, 赶紧朝洞外射击, 投掷手榴弹。 一只老鼠便让月军精神紧张连进崩溃, 而月军到最后也没搞明白, 我军究竟用了什么新式武器。 参考资料, 中越战争秘书有什么意见,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, 战争时, 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。 独立专业, 有种有料, 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, 战丁时, 收看全部战丁时政治军事历史精彩内幕解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了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论 谈了, 前面词 谈了,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告 感谢观看